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言师傅 杨院长 杨主持人 两位校长跟院长 还有杨通法师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论坛 首先要感谢文言师傅多次让我参加中文的一个活动 我从中文的活动中间也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增加了我在风水学这方面的一些认知 特别杨通法师刚才到早上去那边一看 一看就不一样一讲 我就懂得很多 懂得确实是有他的道理 也要感谢杨院长康立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我们也算很有缘 我们大学同届跟这个黄教授的同届 又同班上果文 闭完夜以后又在学校同样服务 搬来搬去搬到最后还住在一起 同样大楼 都做了超过四十几年了 这个也是算是人生一个有缘 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所以今天特别也要感谢杨通法师 全家那么精心的设计 那么热忱的一个招待 非常感谢 今天这个题目是杨院长指定了说 不可以从鬼谷文化中的一些策略 应用在现在当前的两岸关系 这个题目是很硬的 比刚才杨校长的又有硬 又有严肃性 又加政治性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确实是每一个人站着角度 他的观点怎么样 确实是横看成林侧身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尝试的把这个问题 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浅见 来救教于各位 那首先 这个鬼谷文化的法源 是来自于易经 而易经是福西老祖的官 上官日月新城下查 这个四南万物 他的发现 他的规律总结出来的 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学说 里面很多是可以来解释 用在两岸关系的 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易经这个太极图 不是阴阳两边吗 但是它不是决然划分的 是阴中有阳 阳中又有阴 那么这条阴阳的一个线 就好像现在的台湾海峡 把两边这个隔开 可是呢 台湾的因素也有在大陆 台商去那边就学的 服务的几百万人 两三百万人在那边 台湾这边也有大陆的 陆配什么 这个大陆来就学的学生太多了 现在两岸这个文化的交流 有签订协议的太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分开 所以我认为易经的这个内容 很多可以用来解释 两岸的这个发展 另外就是鬼谷文化 刚才杨院长也讲了 就讲了 它不是一个轨道 就是这个欺骗人家的方法 不是 事实上我们要从鬼谷 王蟬老祖那时候的这个 活动的一个时代背景 它是战果时代 战果时代 战果七雄相互的打仗 打得民不聊生 它是想说用什么方法 能够达到最终和平的一个目的 所以它并不是说一个什么鬼道 欺骗人家的这个方式 跟那个理解 我认为中国过去也有一些 对这个鬼谷文化有一些误解 有一些误解 那鬼谷 这个鬼谷子这本书里面 当然是后来的鬼谷先生的学生 把它编出来的 十五篇 那也有论则说 前面四篇是讲这个 这个术 这个策略的 那后八篇是讲 如何游说的 然后最后三篇是养生的 那不管怎么样 鬼谷子这本书里面 那有一些这个方法 我刚才讲的就已经 可以来解释两岸的一些问题 另外在所谓的这个 在百合篇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 当然这要请教这个粉红师傅 就是说看问题 因为世间充满了这个矛盾对立 但是又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现象 阴阳 你开河 强陋 这个高低 这个太多这个现象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这种现象来解释 这个看问题要有两面性 解决问题 也可以有两种 至少要有两种以上的一个 这个方法 至少要有两种方法 另外反应篇 就是说谈到了过去的 要知道过去的一个历史等等 那对两岸过去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的一个经验 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两岸发展的一个 这个道路 发展道路 还有内建 还有游说这些方式 我认为在两岸接触的过程中间 那可以用这些方法 来解决当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遇到的问题 还有什么揣摩篇 其实揣摩的方式 我们随时都在应用 大陆那边一个文件 或者一个动作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边就要去判断 根据一些具体的一个事实去判断 所以鬼国文化 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策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去解说 而在应用它的原文 但是这些策略 是可以应用在两岸发展的 这个各种场合 这我个人是这样看 这两岸关系 我那两岸关系 是现在台湾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前外长 这个外交部长前副 早就在25年前就讲了 两岸关系的位阶 是高于外交关系 他那时候当外交部长 为什么我的重要性 还不如两岸关系 他有他的道理 因为两岸关系处理不好 会马上立即影响到 台湾的生死存亡 外交关系 都一个外交国家 撕掉一个外交国家 基本上对台湾来讲 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两岸关系处理不好 马上立即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就是影响两岸关系的因素 我认为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是大陆的对台政策 那么这70年来 算70年来 大陆对台政策是有些变化 等一下我会简单讲一下 大陆的对台政策 它不是一贯的 当然有一贯性 但是也有随着当时客观环境 也有做调整 也有做调整 这是大陆的对台政策 另外是台湾的对台政策 对大陆的政策 这个也是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变化 也会产生影响 还有一个国际因素 这个国际因素 特别是美国的因素 美国对华 美国的远东政策 美国的对华 对中国的政策怎么样 这个会马上就产生变化 所以现在美国 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一个作为 马上就对整个两岸 未来的发展 就产生利器的影响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 主要的目标 这个选情的一个问题 但是美国的因素 一直就是影响 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 另外两岸关系的主导的因素 因为这些影响的因素很多 包括政治经济什么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影响的最主要的是政治 特别是领导人的一个观点 那么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 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你国民党在台湾来讲 你国民党的这个基本 对大陆政策 他是基于九二共事 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这个基础上 来跟大陆做交流的 民进党他台独党 基本上他是反对的 反对所谓的一个中国 那么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一个中国 这个含义我等一下 我会再进一步来说明 其实现在的卡在一个中国 什么叫做一个中国 这个问题能不能跳脱现在的看法 做另外一种解释 双方能够接受 而再恢复双方的协商 这个我想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领导人一个政党的 基本的政纲内容影响两岸的发展 特别是领导人 大陆的领导人都是他的总书记 这些地界领导人他对台湾的看法 也有一点不一样 当然也有基本上是一贯的 但在具体的做法上是有一些改变的 那台湾来讲 那么台湾的领导人 像这个在座各位部门 有没有看到那个理事端去访问 这个前副外长 前夫妇妇外长就谈到 本来我们是想扩大 扩大国际的活动空间 所以我们的派设 就是张孝慈 就是东吴大学校长 他是搞国际法的 所以有一些国际法的学者到北京去访问 在92年93年那一阵子 结果呢 前期生 那时候中共的外长前期生 接见他 说你们来干嘛 他说我们想谈台湾在国际间的一个活动空间 能不能扩大一点 前期生说那你就利用那个明年要召开的孤王会谈 就把这个议题拿进来嘛 就可以谈嘛 结果呢 回来前夫向李总统 李政会总统报告说 这个样子 是不是让李总统不要去康乃和访问 李总统他一定要去康乃和 他母教去演讲 结果好 一决定 一去以后 马上两岸关系就另外一种的一个发展 这是前夫外长所透露出来的一个 所以这领导人的一个意志 他的想法 李总统那时候前夫讲说 李总统不大喜欢共产党 也不希望跟大陆多接触 所以你看1994年发生了千达胡事件 以后马上借起用人 两岸关系整个就变了 整个就变了 但程水扁时代 所谓的一边一国 在没有一个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基础上 两岸关系就开始这个恶化了 那到马英九总统 那他基本上是在九二共事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一个基础上 跟大陆关系 那当然就大不一样了 就大不一样了 所以我认为主导的因素 是在政治领域 而且是跟领导人 是相当这个关系相当密切的 那么因为鬼谷文化中的策略 谈到说要对过去的历史 要了解一点 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 这七十年来的发展 大概是前三十年跟后四十年 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 一开始 大概在前十年 1949到1958 那中共就所谓的这个武力解放台湾 那就发生了什么 这个823 这个军事的威胁 有古林陀战役 有一江山跟大城岛 有823炮弹这个 那么当时是军事的威胁 但是共产党在对台的工作上面 我发现经常运用两手策略 除了军事威胁以外 还配合所谓的统战 内部的颠覆这些方式 所以共产党讲 他们有三大法宝 就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跟统一战线 就所谓的统战 它也是一样 有硬的有软的 这两种方式 交叉应用 然后混合使用 这个是我认为 是不是跟疫情里面的 这个阴阳的一个变化 很有关系 第二个时期 就是所谓的和平解放 台湾的问题 因为823炮弹 它打不下来以后 就接着下去 就单打双部打 这个核战并用 也有这个 继续的炮风 但是也有进行一些统战的一个工作 还有从海外进行工作 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一个统战 那1979年以后 那么到现在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和平统一的一个政策 和平统一的政策 那当然这些政策是主要发表在中共一些文 主要的文件里面 像1979年1月1号的 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月9点 什么江八点 什么福六点 反正一些主要政策 大概都显示 在这些文件上面 那么现在的中共 对台的工作策略 大概一个总原则 就是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这三个 大概是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的 没有变的 所以共产党一直过去在应用的方式 原则是不能变的 但是它允许要实现原则 可以具有的一个灵活性 也就是原则性跟灵活性 要相互的应用 你只有原则性太硬了 达不到 灵活性就没有目标 所以它也是应用 所谓的灵活性跟原则性的 一个应用 所以它现在基本立场 就是强调两岸要有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 才能有对话的空间 这个它基本上是非常坚持的 第二 当然就坚持反对跟遏制 任何形式的台独 第三 就继续推动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 让台湾老百姓 能可以分享大陆 经济发展的成果 推动两岸同胞的一个心灵气和 这个是它目前基本的一个作法 它的策略就是软硬两手 经济更软 加强对台湾人民的触筒 但政治更硬 就加强对台官方反毒 强化对台湾军事威胁 跟一再重生 中共的基本立场 这就是 这个 目前 大陆对台的 这个策略的一个作为 那台湾方面呢 台湾当然 民进党 蔡英文在 2016年上来以后 当然她也强调说 要维系和平的现状 但是她是 由尊重九二会谈 历史事实开始 是有九二会谈 她不认为有九二共识 那这个就 基本上中共的解释说 你就 没有一个中国的 这个原则 她就 关系就开始 恶化了 第二 两岸 这个 要踏实两岸关系 要 敞开 沟通协商的大门 第三 就是两岸关系 转型的关键 要相互理解 跟 与这个分歧 管控 第一 两岸关系发展 新点式 就合作共融 第五 就坚持 台美 关系的重要意涵 就捍卫所谓的 民主 跟和平的一个意愿 所以 提出来 也是希望和平相互那一个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民进党跟大陆之间 没有信任的基础 人力没有信任的基础 交往就很困难 如果我们 不管是国家也好 个人也好 我们如果敌对 我们要对你没有信任 我伸出了有一只手 本来是要改善管系 你也会先 这只手伸出来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攻击 所以没有信任的基础 现在两岸之所以出 那么大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信任的一个基础 那么接着我要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个 现在所谓的九二共识 如果没有 当年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两岸是不大可能 有开始接触谈判的 那么九二共识 李总统时候 在19 民国 不 1992年8月1号 李总统主持国统会 那么就通过了 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 的这个节育 然后11月16号 两岸达成所谓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这是过去有这段历史的 所以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话 国共之间结束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 所以两岸关系的发展 跟你是不是认同九二共识 是息息相关的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 这个九二共识 我们就是说 从实施以后 具体的这个实施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在1995年之前 这个两岸关系 因为有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 进行了相当顺利 几次的孤翁会谈 两岸的 往来开始非常热络 开始热络 这不幸的是什么 1994年的三月底的千岛福事件 大陆处理的不好 使台湾老百姓 对那边开始反感 那李隆隆就接着这个 就是开始跟大陆 开始 关系开始不好 当然接着下来 就是所谓1996年的 这个飞丹失色 武功 飞丹失色的一个 这个问题 所以有九二共识 接着下去 乘水扁的时候 当然他也不承认 基本上是不承认有九二共识 因此他提出所谓的一边一国 那老公那边更火 几乎就打起来 也是像现在紧张的很 另外协商各方面基本上都断了 那到马英九上来以后 好 有九二共识 那整个发展又不一样 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情况 完全不一样 所以马英九时代 他八年的时间 他达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两岸签订了 23项协议跟两项共识 涵盖了所谓直行贸易 共同打击犯对医疗以及食品安全等等 那以前没有两岸的班级的这个直行 他一上来以后 到2016年 每天就有120个航班 来台湾旅游的大陆观光课 也超过了1416万人次 来台就读的学生 也从上任前的823个人 增到2015年的 三万两千多人 成长的这四十倍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 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所长 有适度会晤 并且附称直观贤 所以我们讲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在台湾今天 没有九二公司 只要承认九二公司 就是什么卖台啦 什么台湾国际公坚 什么矮化台湾等等 但是我个人看法 台湾主权有受损吗 在马英九时代 台湾主权有受损吗 也没有啊 谁能卖台呢 现在谁有谁 有能力可以手握的卖台 也没有啊 对不对 也没有 那台湾的国际的活动空间 那时候邦交国比现在 赛人一上来断了七个 马英九实在是断一个 那个还是什么 上比亚的总统个人的决定 两岸那时候基本上是外交修兵 那台湾还可以有代表去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去发表演讲 有啊 也没有比现在说 国际活动空间更缩小啊 另外一个 就是台湾的安全 在九二公司的 有九二公司跟没有九二公司 是没有更安全 还是有更安全 这个我想到最后都要 台湾大多数的一个老百姓 要有这个论知啦 因为我们是选出来的 如果老百姓大家选 选这个不要有九二公司 那你就要承受 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 紧张的一个 这个后果嘛 那么到这个 还有两岸的交流 有九二公司跟没有九二公司 那么这个交流 是更顺畅还是更阻塞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大陆讲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九二公司实践的结果怎么样 有跟无 它的结果怎么样 我想这个不用太说明 这些关系 蔡英文上来以后 基本上官方的学商管道 协商沟通的管道 是完全断绝了 完全断绝了 那李登辉时代 不一定说官方一断全部都断 我们民间的 你经济方面的 现在两岸的经济的一个 这个交流那么 那么频繁 民间这个经济领域 还有像我们宗教界 我们可以跟大陆 一些宗教的一些进行交流 文化的交流都可以 所以官方不行 我们能不能 这个从民间来加强 这个交流的活动 那最后我就说一个中国 到底一个中国 现在的卡在一个中国 什么叫一个中国 那现在基本上的解释是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一个中国 那认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在这边认为就 但是本来是各自表述 大陆可以说你 一个中国就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台湾方面 也可以说一个中国 就是我中华民国 那时候各自表述 来解决这个 这个双方的一个矛盾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那现在的卡在这里 政治的领域不行 那我们能不能把一个中国的 内涵改一下 改成是以中华文化 中华民主 所组成的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 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 全世界有两个美国 两个日本吗 都没有嘛 但是有两个不同的政权 是随时存在的 中国历史上南北 才不是分两边吗 各自有它的政府啊 但是还是一个中国啊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 一个中国的内涵 把它从文化方面 从民主所组成的这个中国 来解脱 这个目前的这种将棋 这是我想 可以让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讲过 没有标准答案 最重要是到最后 这个掌权者 他怎么决定啊 但是最后我认为两岸交流 应该有一个高跟低 对两种 所谓的这个标准 就硬 硬到不发生战争啦 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再吵再闹 都不要打起来 软啊 就不要丧失自己的立场 你可以自己表达 你的基本的立场怎么样 所以硬到不发生战争 软到不 丧失自己的立场 在这个中间如何来应用 那现在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恐怕请师傅来 我就觉得现在很紧张啊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易经》里面的 伏须后所伏 后需扶手 这个 后需扶手 这个道理 现在 美国跟大陆很紧张啦 我们靠在 美国这一边 然后美国 支持我们啊 外交各方面啊 还卖我们武器啊 等等啊 从这方面看 我们是扶啊 可是这个扶中间 埋下了这个货 大陆的姿态 越来越阴 然后说发生战争 我说只要发生战争 对台湾 就是一个灾难 就是灾难 一个战争 如果你输了 那当然就被人家捅了嘛 就算美国来 说可以维持一阵子 老公就会 从此罢休吗 他一定是压力越来越大嘛 你台湾老百姓 日子就不好过啦 就不好过啦 而且美国到底 能够支持到 多久 这很难医掉 你看从过去美国 参加韩战就三年 对不对 你越战十几年 差不多要失败 还是输啦 而且是跟大陆 他不是跟一个小国家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14亿的 我刚才没有讲 这两岸实力的比较 那不能比嘛 领土面积960万 对3.6万 人口14亿 对2400万好不好 经济实力 过去台湾还可以 这辽以为 经济实力也不错 1995年台湾的经济 GDP占大陆的 GDP的45% 这个比重很高 现在只认为 大概只有2 就经济利益 你也不行啦 那科技 这个军队啊 什么武器 你不要一打起来 那就 对台湾就是一个灾难 所以 我深入来说 两岸一定 底线就不能 不要发生战争啦 这当然要 这个靠 两岸领导人的一个智慧啦 所以因为时间也超过了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也不是短短半个小时 都能够这个搞清楚啦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施教授 我是一个相对论者 不是一个绝对论者 像 师傅 今天一早 从台中 到这里来 师傅说 毛毛细雨 可是到这里来 是天空晴昂 可是高雄台南 好像在淹水 云内没有飘到你那边 当然你那边不会下雨 云内转一个风 抛到台东来 台东就下雨 我们看到西 这个西河里头呢 通通都是干的石头 没有一点水 那我们看到大陆 这里也在淹水 台风呢 跑到北韩去 有一次我跟华人说 我们要去长白山 都已经 人马都已经上车 都开到门口 说那是长白山今天关闭 理由 是一个台湾 从台湾这里 往这个哪里走 走到了这个 走到了这个东北 东北人说那些平常 很少台风 那些国内一看到 听到台风要来 就紧张起来了 所以赶快要防备 所以把长白山 就今天暂时修管 暂时修缘 所以我这样讲 我们随时是一个变数 也随时是一个被变数 有的时候 也许我们掌握了 这个所谓的资源 我们掌握了这么一个 主控权 那我们可以发号施令 我们可以怎么样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 去掌控这个资源 掌控这个主控权 师傅呢 在各位手边上 今天有拿到的一本 这是师傅在 四月份 特别说那些时候说 我们希望能够把2012年 世界和平推手 得了诺贝尔奖的入围 提名入围 但是我是说那些 2012年 然后现在2020年 已经时间割了 说师傅已经不知道有做了多少的事情 所以黄教授就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头 把师傅这些东西都重新再整理 重新再把它 师傅有一本书 开始我从2005年 从当我的公职 我的师傅退休以后来文化院 那时候呢 帮师傅整理了一本 叫做超反的行者 那师傅他的超反 我想各位可以从很多地方去看他的 去把它条列出他的超反出来 那么从超反的行者 一直行者 一直行者 行者无疆 那一直到 那我在 那我在 读乎得一本 一字行者的书的后面 我就用了一个 江基金长说 要我把它写一小段文字 我其中写了一个最具体代表性的 我说 参与政治的人 政治人物 要有宗教家的胸怀 你如果有宗教家的胸怀 就有名包物语的情操 你有名包物语的情操 那你就可以称为政治家 而不是政客 所以我想刚刚师教授说谈的 这些东西 它是大家历史的回顾 把这个现状告诉给大家 它是研究这方面的 那么我想 我常常跟黄教授讲说 我们走的是中华文化 我们追寻的是中华民主 所以中华民主 联合祭祖大典 到明年要圆满地势物坛 要圆满 那我们都在追寻着 我们这个血缘 这个什么文化的结合 的融合 所以我想这个 留给历史 留给历史 留给一些 我们现在只能够说那些 呼吁 我们只能够去想 但是我们看 也许有人会想的 比我们多 比我们好 也许有人是想的 比我们 但是问题是 社会有两类的精英分子 一类是拥有智慧 拥有发言浅的人 他可以表达意见 但是他没有实际的操作能力 他没有握拳在手上 那一类是拥有 所谓的行政裁量权 但是不见得他有学问 也不见得他有那个胸襟 但是问题是 很麻烦在于他拥有裁量权 他可以做决策 他可以做决定 害死人都不是他 所以这是我们遗憾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 师傅是想说 我们这个论坛 一定要继续地办 要继续地办 要呼吁更多人 唤起大家的 共同的理念 那我想这个 等一下请师傅 再来开示